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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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 哦 左腾上来之后一个转身摆拳啊 这显得有点 这个抓这个规则的漏洞 好的 刚才是召传了一个后手之拳啊 塞了进去 效果不错 其实我认为跟左腾这种不太正路的选手打 而且这个年度很高的选手打 拼的是精准度 如果赵专林的精准度很好的话 还是会占有很多优势的 你看这个左腾的意志里 而且抗击打能力相当强 这个已经遭到赵专林多少次的重击啊 但是还是这个主动输出一点不受影响 对 而且面对这个日本选手的狂轰乱炸这个赵专林要保持时刻的清晓 对 一定要这种状态就不错啊 不要随意的去出动作 要打呢就捡着对手最薄弱的部位去进行攻击 对 当他这个不顾体能狂轰乱炸的时候 如果你保持清醒的话可以有效避开他的一些进攻的话 对 就保持了自己很多的体能 这个时候有点担心赵专林到第三局之后 这个体能啊 你看左腾其实打法很简单 你打我的时候我就抱头防守 然后往前走 哦 重拳护惯 这拳很重啊 我认为最少遭到了5G赵专林的重拳 但是这个左腾像机器人一样 是的 而且赵专林整个的技术来讲拳法是更为卓越的 对 刚才赵专林想做一个高扫踢 但是距离太近了 双方在互相打次全的时候 赵专林壁展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是的 双方这一轮的拳法命中力非常低 都避开了 对 但是整个往前压的态势 给人的压力感和压迫感相当强 这个时候你看 逐渐的虽然说赵船林几次只要打的必然会命中对手 而且还是有很多的重击 但是丝毫阻挡不了左腾往前走这个态势 转身摆拳 跟左腾这样拳手打一定要有强大的内心和自信才行 第二局 只有10秒 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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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宗 3局 赵生良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体能 我觉得在技术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是的 但是面对左腾不断输出这种压迫力还是要在体能分配上做一些调整 而且这种日本选手不断的乱传乱腿的轰炸也会阻碍双克林进攻的路线 这个时候千万要动起来 不要停顿移动和进攻的节奏 一定要动起来 赵传林多用一些正灯 跟这个对手控制距离让他打不进来 这种动作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飞吸的动作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不要做了 这个完全耗费体能的一个技术输出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 这个赵传林至少有四五次这样的飞吸 都是不效的 因为前两局可能对对手有一些威胁了 但是随着自己体能的下降 包括佐藤对你这个整个技术的了解之后 再命中可能就比较难了 所以本身自己的力量和这个高度可能都提不上去 对 对不断的正灯 在正灯当中把这个对手的节奏打乱 自己也是重新调整一下 找好这个距离再进攻 是的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佐藤这样的选手适合打五局的比赛 哈哈 哦再一次跳西这个 呃第一个呢幅度还是大 第二个这个实际已经不对了 对距离不对了 要少做这些动作 现在赵全林这个体能下滑的也比较严重 呃这会是最难熬的 因为你面子 虽然说对手技术可能有点糙 而且打击的力量也并不是特别大 但这个时候是自己体能下降很快的时候 无论从判断力上和防守力上 都下降了一大半 这个时候招到对手这种打击 可能会很轻的一拳就会被自己赵全正创 前两个回合赵全林还是拿着拿稳子的优势的 但这个第三回合左腾有一些翻转 这个场面上 对 显得相当的被动啊 照常他们在硬扛了现在是 哦一定要不要放弃防守 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大硬 对 哇左腾确实是像董江涛老师所说的哈 打三个回合一直是这个样子 你一定要把腰挺直了把手拿好 是的 做好防守 嗯 Salut 对 做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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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